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一节课我们已经学到了 我们JS中的表达式 语音算符 那接下来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 我们JavaScript中的这个流程控制 首先在我们的流程控制中 分为我们的条件语句和循环语句 那接着我们先来看一下条件语句 那其实呢这个条件语句 我们之前呢也一直用过 我们用过像这种if else的形式 那它呢就属于我们的JS中的条件语句 那有了条件语句之后 我们就可以根据条件来执行不同的代码段 那在学我们的流程控制的时候 不论是条件语句也好 循环语句也好 我们这个语句的一个执行流程就没有问题了 那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的条件语句 像我们的if语句就属于我们的条件语句 那接着在条件语句中看一下一共有几种形式 第一种可以通过f来执行一句代码 根据这个表达式 如果为真的话会执行这一句代码 来实验一下 写一个例子 条件语句的例子 判断一下我们上面一个vrx等一个3 if x大于1 或者我们直接写都可以就不用声明了 最简单的测试一下 if 3大于1 你可以输出一个document.write 写成一个hello 接着程序再往下走 写成一个document.write word 那现在你看到出现了一个helloword没问题 但是是碰到我们的if语句 就先看一下这个条件是否为真 那如果条件为真的话 会执行到这样一个代码段 只能执行这一句代码 不能叫代码段 你看到在这儿我们省略了这就是花广号 所以说只能执行这一句代码 如果说你把它变成了3大于11 那现在这个条件是不是为假了 那这个hello你是不是永远也看不到呀 所以说只会看到一个word 这种形式呢大家知道就可以 不建议大家来使用这种形式 那你要想执行这一句代码 可以使用我们下面这种形式 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表达视为真 可以通过花广号来执行一个代码段 或者说语句框都可以 建议使用这种形式 那接着来看一下再往下走 再输出一个水平线 接着我们再写Docif如果为真的话 我们最简单的写了一个真 为真的话会执行到这个代码段 Document.write写成一个hello 接着再往下再输出 write key 接着还可以生命一个变量 哇 x等于1 对我号 y等于2 接着username等于一个king 都可以 现在你看到输出了一个helloking 接着生命了几个变量 在下方呢 我们还可以来得到这几个变量的值 Document.write一下 x 再拼上一个 杠杠 再拼上一个y 再拼上一个杠杠 再拼上一个username 也可以 那现在出现了1-2-king 证明执行到了我们相应的这个代码段 碰到f语句 就是看这个条件 如果它为真的话 会执行到花果号之间的代码段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形式 一说代码段就包含一行两行 或者多行都可以 所以说它就包含了我们第一种这种形式 接着再往下 那如果条件为假的话 你看到 是不是就执行不到这一块了 所以说你看得到的这个xy 包括username 现在有值吗 没有 相当于卫生名的变量 此时呢 是不是一个undefended的 接着转换成字符串 也是undefended的 这样的效果 那当我们条件为假的时候 就可以用到我们第三种形式 这种形式呢 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 if else的形式 那如果说这个条件为真 会执行exp为tru的代码段 否则会执行exp为fals的代码段 这样的效果也可以 那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最简单的可以在这来写一下 第四种形式 第三种形式 if else的形式 它的形式 我们可以先输出一个水平线 好 if 三大于一 或者说写成一个 VRusername 等于一个king if username 等于等于king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输出一个 hello king else 我们就可以输出 hello admin 或者hello mas 那接着碰到这个表达式 判断这个表达式的值是否为真 那接着你发现它为真的话 会执行到这个代码段 那接着如果为假的话 这时候你看一下会输出hello mas 走的是else这一部分 if else的形式 那接着你看到 根据不同的条件 执行不同的代码段 也可以 也可以 这是我们的if else 也是经常使用的一个语句 接着再往下 当有多个条件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使用if else if 多个条件的形式 那接着看一下 同样的if else if的形式 碰到if语句 就是判断表达式 这个条件 根据条件 执行不同的代码段 再来写 再写一个username等于一个king if username等于等于king 我们icon一个 输出一个 hello king else if username等于等于mice 我们可以输出一个 hello mice 接着再往下 else if username等于等于 admin 我们可以输出一个 hello admin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你看 在这儿呢 应该出现的是 hello king 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哪块有错误 username 来我们运行一下 通过命令行 我们就可以看到 哪块写错了 第32行 来我们回过去 看一下第32行 是否有错误 username 没问题 document.write 这个没问题 再往下 else if 好 刚才我们没有加空格 看好了 在这儿 当我们使用多个条件的时候 if else if的形式 在这块需要注意 if else if 这样的形式 当有多个条件的时候 是这样的一个语句 不能连着写 那接着你看到 执行结果 碰到它 判断第一个表达 是否为真 为真的话 是不是输出了hello king 这样的效果 接着如果它为假的话 可以写一个king123 那这时候 假如说它要为mai字 应该输出一个 hello mai字 那如果是admin的话 输出hello admin 这样的效果 但是需要注意 再往下看 我们再输出一个 红色 接着 f写成一个 三大于一 或者写一个处 这时候 是不是为真了 我们先输出一个 a else if 再写一个 三大于一 是不是也为真呀 对吧 输出一个 b 那现在 你应该先输出什么呀 else if 加空格 输出的是a还是b 对 a 它是从上往下走 如果第一个表达是为真的话 执行完这个代码段之后 是不是整个if就结束了 对吧 不会再来判断第二个条件 是否为真 那如果说它要为假的话 我们写成一个true 等于等于false 这是一个假 那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出现b了 再往下判断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是我们多个条件的效果 多个条件的效果 第一个表达是如果满足的话 就不会再往下来走了 那如果说再写个三大于十一 这时候你看到 是不是没有满足的呀 整个f一句结束了 程序往下走 接着你可以看到一个红色的线 又一条红色的线 这样的效果 当我们所有条件都不成立的时候 这时候你还可以给它来一个else 使用下面这种形式 假如说我们写一个vr x等于一条红色的红色的红色的红色 我们输出一条红色的红色 再写 再写 else if 等于等于三 我们可以输出一个ccc 那接着再看 如果条件都不为真的话 可以来一个else 输出一个 以上表达式都为false 执行的代码段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出现的应该是一个 a 没问题 那接着我如果改成x等于11 现在你看 以上表达式都为false 执行的代码段 这些条件都为假 那现在会执行我们的else语句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我们这种 if else呢 多个条件的时候 if else if这种 多个条件的时候 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形式 来表示 就是我们的switch case语句 那switch case语句呢 同样的和我们的if else if差不多 那接着来看一下 这种switch case的语句 它是怎么来走的 好 再往下 我们再输出一个线 好 switch case 它的形式是这样 可以给大家写到这 switch表达式 case值 接着执行的代码段 break case值2 执行的代码段 break 再往下 case 点点点就可以了 也可以加上default 执行的代码段 break 这样的效果 当我们的程序 碰到switch case的时候 首先 拿出这个表达式的值 和你case中的值取比对 如果匹配到某个case的值之后 接着执行相应的代码段 执行完毕之后 碰到break了 整个switch case就结束了 那接着再往下 如果这些值都匹配不到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一个default 会执行default中的代码段 接着碰到break 也是结束 那一般的我们每个case 都会加上一个break 代表结束我们这个switch case 那如果说某个case之后 你没有加break 这时候会无条件的向下去 执行相应的代码段 就不会看这个case值 再匹配不匹配了 那接着看一下 接着直到执行我们这个 碰到第一个break 或者是执行到我们程序的末尾 整个switch case就结束了 那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测试 写上一个 vri等于一个 1 接着switch一下 i和case中的值取比对 我们可以输出一个 AA break case2 输出一个 bb case3 cc break 再来一个 再写一个44 当然这个default不一定有 那先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重序再往下走 echo一个continue 加一个换行 好 首先呢碰到switch case 拿出这个值和case中的值去比对 那接着匹配到之后 执行相应的代码段 执行完毕了 是不是整个switch case就结束了 接着往下走 出现了一个continue 那现在出现一个AA 没问题 那接着再看 我要写上一个 3 那这手得到的是 cc break 再往下 如果你写上一个30 有匹配的吗 没有 那是不是直接就continue了 switch case就结束了 那现在呢 你还可以在这再加上一个default default我们不一定要加到最后 你可以加到任意地方 可以输出一个 以上case 以上case 都没有匹配到的时候 执行的代码段 break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 以上case都没有匹配到的时候 执行的代码段 那相当于我们if else if中的哪一个呀 对 else else的形式 那接着你看到 这是我们switch case的执行流程 那接着再看 在这一块 我们在比较的时候 我们取的是什么比较呢 是两个等号的比较 你可以看一下 我写成一个字符串形式的1 这时候匹配上 看好了 在比较的时候 和我们的peerp中要区分开 那如果在peerp中 它匹配的是什么 两个等号的比对 那接着再看一下 在我们的js中 我们也可以在这再写一个case sift串形式的1 document write 写上一个 ping break 那这时候你看 匹配到的结果 是两个等号的比对 还是三个等号的比对 对 三个等号的比对 包括你再写上一个 why i等一个处 那这时候你看到 等号的时候 有匹配到我们的处吗 没有 所以说走的是我们的default 注意 比对的时候 是三个等号的比对 严格类型比较 严格类型比较 接着再往下来看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我们再来写 switch 输出一个红色的线 再写switch case 写上一个i 这种形式也可以 再写一个i等一个1 switch一下 i case一个1 我们写一个 document.write a 接着没有break case一个2 document.write 写上一个b case3 document.write 写上一个c case4 写上一个d 好 写这四个 那现在你看i等于1的话 这时候出现的结果是 得到的结果 abcd 为什么是abcd呢 现在你看到匹配到1了 没问题 输出一个a 再往下碰到break了吗 没有 这时候会无条件的向下去执行相应的代码段 而不用去考虑这个case 是否匹配的上 所以说得到的结果是abc和d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看 如果在这我们写一个default document 写上一个e 好 加了一个break 这时候你看得到的结果 如果写上一个14 现在case中的值有匹配的吗 没有 那应该走哪 对 default 出现一个e 接着会 default之后出现一个e 之后有break吗 没有 那这时候会无条件的向下去执行 应该出现的是e和c 你看得到的结果 e和c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接着再往下 我们还可以有这种形式 再来写一个 switch一下 i 可以匹配到多个case 让他干同一件事 i等一个e case一个i 啊 case一个e case一个2 case一个3 我写一个document.write 写上一个hello king break case一个4 按上一点 k是一个5 k是一个6 再写一个document.write 写上一个hello mice break default document.write hello hello everybody 也可以 那现在你看一下 我们写上一个i 等于1 那应该是不是hello king呀 i等于一个3 是不是也是hello king i等于一个6 输出的是hello mice i等于一个66 这时候走的就是default hello everybody 这是我们的switch case 和我们的if else if 差不多 但是呢 我们的switch case 它的这个效率 可能比if else if 要高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碰到switch case 的时候 只用对i 求的一次值 拿这个i的值 和case中的值 去比较 匹配到某个case 的时候 执行相应的代码 多少就可以 而对于我们的 if else if 它会根据 每个表达式 都会去做一个求值 所以说 它的效率呢 比我们这个 if else if 要快 要高一些 但是呢 我们的if else if 可以比较这种范围的 那switch case 只能比较这种定值的 这也是它们俩的区别 所以说 这一点 大家要知道 那接着再往下 这是我们的switch case 包括我们的 if else if 最后一种if的形式 也支持这种 嵌套的形式 if的嵌套 也可以 其实呢 就是我们等量 代换的一个原则 什么叫嵌套呢 来看一下 在这儿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例子 写上一个 test2 写上 if 三代一 三代一 为真的话 我们可以输出什么 else 我们可以写什么 在之前我们写过 AA 你可以写AA 包括你可以写 对变量 复值 那同样的 是不是在这里边 还可以写上一个 什么呀 再写 if 这样的效果 那假如说我们生命一个 VR username 等于一个king age等于12 sex等于男 那接着 碰到if了 判断这个表达式 是否为真 那现在为真的话 会执行到这个 花广号之间的代码段 同样的 再往下 你还可以再写 再写if username 等于等于king 你就可以输出一个 hello king else 还可以再输出 hello others 那现在应该出现的是什么呀 对 hello king 这个条件满足 所以说得到结果 a hello king 同样的可以在这里面再往下去写 if 写上一个 age 等于等于 或者age 大于等于18 这代表成年了 else 可以写上一个 数出一个 成年 人 else 写上一个 未成年 那现在你看 未成年 接着还可以看一下 他是男是女 还可以再写 你可以无限的去签套 输出一个 帅哥 else 输出一个 美女 也行 那现在应该出现的是一个 帅哥 sex 等于等于男 保存一下 来我们alert一下 sex 哪块报错了 来运行一下 哎 没有报错 那看一下 在这 age 大于等于18 哦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12啊 应该是未成年 写成一个22 那应该是一个男 出现一个帅哥 这样的效果 没问题 那在这 我们写的这种形式呢 都是一个玩具代码 主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age 语句的一个执行流程 也可以 这就是我们age 欠套的一个形式 这一点 需要注意 啊 这种形式 同样的就是 等量代换的效果 你在这个else这一块 是不是也可以再写我们的if呀 包括写ifelseif等等都可以 因为说到代码段呢 你就可以写任意的内容 这就是我们的if的欠套 这样的效果 好 那接着呢 这一块搞定之后 以后呢 我们到具体的实际用中 这个if经常会用到 根据不同的条件 执行不同的代码段 不管是欠套的也好 单独写的也好 都是一样的 这个呢 很重要 好 这是我们的欠套的形式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if这一块 好好的来练习一下 这几种形式 都要练习一下 那下节课呢 我们再来学习下面的内容 像我们的这个 循环允许 包括我们的特殊的循环控制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